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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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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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的理解手段 往往能够在之后的阅读当中 帮到大家理解后面的内容 在这边其实表示一种情感的词 究竟到底 到底什么是情感呢 到底什么是gefühle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动词 这个动词它可以表达 原话内容是有什么样的内容 这样的一层含义 所以这个词呢 在一些书面文章中会经常的运用到 前面的 decnabste definition definition 相信大家根据英语能够猜出来 这个词就是定义概念 而knabste就是knap它的最高级 而knap又指的是紧 载或者可以指的是紧缺的 那么在文章中 这里面其实就可以理解为 最简短的定义就是 好 那么什么是情感呢 最简短的定义就是 情感就是información 所以作者想表达最基本的意思就是 情感它就是信息 那么这边当然还有一个前置的定义 fequippet 这个词明显是动词 fequippen它的二分词 那么fequippen又是什么意思呢 fequippen指的是体现 当它作为二分词的时候 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被实体化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定义可以这么翻译 情感是什么呢 情感就是实体化了的信息 好 那么这一段还有一句话 theactivieren这一句 那么这句话请大家注意 后面用到了一个 the war as auch这样一个句型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记 有 而动词activieren 基本含义就是激活 使之变得活跃 denken和handen 本来是两个动词 现在都大写 直接看作名词 也就是原本这个动词的动作含义 现在抽象化了 是一个名词 所以呢 情感可以激活思考和行动 好 我们再看一下第二段的内容 好那么这句话里面我们说 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动词 dassstellen dassstellen这个词 我们很多时候就翻译成展示表现或者描述 比如说大家看这个例子 dassphoto stelt an kreikstander da 这幅许 这幅影响 这幅画呈现了一个战争的场面 那么除此以外呢 很多时候我们dassstellen这个词简单的就可以理解为 是 相当于就是ist 比如说大家看这个例句 对于这个女他而言 对于这个女他而言呢 额外的工作就是非常大的负担 好 那么在原文当中 这个打stellung 我们也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是 是个二格 请注意 我们的情感的整体 我们所有的情感呢 合在一块 那么就是一个 信号体系 然后由DAS引导的关系重句 是对 信号体系怎么了呢 动词在最后面 使之成为可能 编语是 三格的Winth 使我们 四格的真正的编语是 所以基本的含义就是 对于我们而言 这个出港变得可能了 而出港这个词 它来自于动词出Gain 出Gain本来表示 走到这里去 那么出港抽象化之后 可以表示一个通道 或者通往某地的途径 它后面往往还可以再跟出 引导的一个戒兵短语 出港出 就是通往什么地方的一个通道 现在 ZU 后面的编语是 FOR Lieben 这个词就是偏爱 两部分 FOR和Liebe Liebe是爱 FOR就指在这之前 那么在这之前优先爱 那就是一个偏爱 然后最后半句里面 ZU DEN ANGEBORENEN 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这后面其实是个省略句 凡是省略的部分 肯定是前文中出现了 好 根据这个语法关系来看 就指的是FOR Lieben 你如果不能理解 你可以把它不完整 ZU DEN ANGEBORENEN VOR Lieben UNT ZU DEN ERWORBENEN VOR Lieben ANGEBOREN 本来指的是天生的 ERWORBEN来自于动词 ERWERBEN 表示通过努力而获得 我们简单的跟天生相对的 你可以理解为后天获得的 那么根据上下文来看 我们会发现 其实这部分 就是针对前面FOR Lieben 的进一步的说明 使得通往我们的这个偏爱 它有个途径 那么什么样的偏爱呢 不管是先天 还是后天获得的偏爱 我们再结合整一句话 那么这句话的这个字面意思 有一点抽象 我们情感的这个整体 它就是一个信号体系 这个体系呢 它使得我们快速地通往我们的偏爱 有了一个可能性 那不管这个偏爱是我们先天具备的 还是后天获得的 大家其实在理解的时候 可以将这个偏爱 简单地理解为德语的 interesse 兴趣 OK我们先来看下面的句话 在我们的begegnung当中的一切 那begegnung 来自于动词begegnan 本来指的就是遇见 相逢 mit这一部分表示的是 和世界和其他人的相逢 好 也就是我们在跟这个世界 在跟其他人打交道过程中 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被 wet kodiert 是这句话的动词结构 是个被动态 这一切都会被加密 kodieren这个动词 它就指的是密码化 让它成为一种密码 最后还有一个 mit an wird aufgeladen aufgeladen 这个词有加载的意思 这边用到二分词 依然是表示被加载 mit an wird 被加载了一种价值 wet有价值 值的含义 所以这一句话 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跟这个世界 跟其他人相处的过程中 所有的一切都会被 或积极的或消极的加密 会被赋予一种价值 好 那么再结合前面的意思 整一段呢 想表达这样一个含义 我们的情感 它整体构建了一套 信号的体系 这套体系呢 可以让我们 达到我们比较喜欢的 一种状态 那么这种状态 不管可能是我们先天 本来就是这样的本性 或者也可能是 后天因为经历而造成的 我们比较偏爱 这样一种状态 那么我们在跟这个世界 跟其他人相处过程中 所有的点点滴滴 它都可能隐含着其他的意义 有可能隐藏着我们的价值观 在里面 而这些其实都藏在了 我们这个情感当中 那么这段意思 的确有点抽象 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反复多读 有的时候真的是 书读百遍 奇异自现 多读几遍 意思就比较好理解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经历出第一句话的 这个基本核心意思 那么我们首先来理解 这个 unpassung是mechanism 这个词比较长 unpassung 来自于动词unpassung 它其实指的是适应 我们适应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叫做unpassung 那么它的对应的名词 叫做unpassung mechanism 这个词本来指的是 一个机械装置 或者一个机关 好 那么现在核在一块 那它的意思不就是说 我们的情感 现在就是一种适应的装置 我们再把其他成分添进去 heutich 今天的 后面这部分请大家注意 zunemend complexer geworden 请同学们一定要理顺 这里面的这个语法关系 zunemend 不断增长的 它修饰的是complexer complex是指复杂的 那么现在它就是一个比较急 而后面 gvolden 它就是verden 它的二分词 变成了的 或者成为了的 它修饰的是我们后面的名词 unpassungsmechanism 只有这个词修饰这个名词 因为要不然的话 前面的词都应该有形容词词位 这是一个判断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只有gvolden这个词 后面有个a 表示它修饰的是我们的名词 所以 tunemend 修饰的是complexer 变得越来越复杂的 而complexer这个词 现在结合我们的gvolden 就是变得怎么样的 好的 那么我们把这些信息 都揉在一块 那么中文意思 还是很好理解的 今天我们的情感 越来越成为了一种 变得很复杂的 适应装置 好 那么最后一句话里面 winterscheidenze in 表示在什么地方区分开 此处这个反身 其实含有一定的被动含义 他们在一系列的特征当中 是可以被区分开的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段长的 没有 比我运动的 主要感情 損取得吗 险恶痛 隍观点 或是不能复杂的 有限重点 或是 优优独播剧场 那么这段的内容 我们会发现和下一段的内容 正好是一个呼应 这段先说 负面的情绪 然后下一段就会跟我们讲 那么正面的情绪 那么文章中 所谓的negative emotion 这边举的例子是 Wood Ickle Hass Oder Angst Wood是生气 Ickle 这个词是恶心 Hass 恨 Angst 害怕 好 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会怎么样呢 这边的主动词是 Fear Angen 来自于我们的形容词 An 紧 窄 Fear Angen 就是使之变得很紧 我们可以理解为 压缩 变窄 OK 那么可以看到这句话的边语部分 这是 Das Spektrum unserer Denk und Handlungsalternativen Spektrum 它指的是 东西多种多样 丰富多彩 这个叫做Spektrum Denk und Handlungsalternativen 我们知道名词 Alternativa 指的就是 替代的选择 或者指 备用方案 好 所以整句话 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负面的情绪 比如说 愤怒 恶心 仇恨 甚至是 害怕 它们会使得我们思考 以及行动 的时候 替代的选择的 多样性 缩小了 换句话说 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 我们的负面情绪 让我们在行动 和思考的时候 选择的余地 变少了 紧接着这个意思 后文继续说明 See Blenden alles aus 那这句话比较长 我就不再重读一遍 大家可以看 一直要到 ZU ELLANGEN 这整一个长句 从整体上 我们可以这样把握 在这个冒号 也就是在 Handlungsweisen 这个词后面的冒号 这个冒号 将这个长句 一分为二 前面是一句话 后面是一句话 冒号后面的内容 当然是 对前面的补充 说明 好 那我们再 把注意力放到 前半句话里面 从 The Blenden alles aus 这是一个句子 后面呢 Vars 这个Vars 是对前面的 Alice的一个呼应 是一个关系重句 然后再回到 Wand sie 好 这是跟 The Blenden aus 同一个级别的 并列的 两个动词 也就主句部分是 两个动词 The Blenden aus und sie Focusieren 后文当中的 In kritischen Situationen 都好 In Herausforderungen 都好 Bedrohungen Konflikten 这些都是 并列成分 然后又再回到了 原来这个句子 Alf 后面的这个 戒边部分 又重新回到原句 Alf das jeweils sing fallen spectrum from Fichkeiten oder Handlungsweisen 然后我们再 看一下细节 我们先说一下 第一个动词 叫做 Blenden aus 可文动词 Alsblenden 那么这个词 表达的就是 逐渐隐去 逐渐消失 而主语 sing 根据上下文看 应该就是指的是 The Negative Emotionen 负面的情绪 逐渐的 使一切都 消失掉了 看不到了 那么Als 后面刚刚说过了 是一个 Vast 关系重去 说明 什么样的东西呢 Vast nicht unmitbar Eine Problemlösung Diend 动词是 Dienen X加三格的 表示 服务 Vast 在这个重句当中 就是主语 也就是Als 因为它呼应的 就是Als 所以就 那一切 怎么的一切呢 这一切都服务于 Problemlösung 解决问题 前面还有一个 Nicht unmitbar unmitbar 这个词指的是 直接的 Nicht 否定一下 那么这个基本意思 就是说 间接的 非直接的 好的 那么这一部分 它想表达的意思 就是说 负面情绪 使 所有 间接 有助于 解决问题的 东西 都逐渐隐去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 Want sie fokusieren 那么 这个动词 刚刚说过了 是跟前面的 The Blenden 它是个并列级别的 那么 fokusieren 这个动词 有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聚焦 我们知道 fokus 不就是焦点吗 那么现在 作为动词 就聚焦 后面的病是 geist 精神和身体 后面 这个 in 以及并列的成分 都其实表示 这个 在形状 在这样的形状下 in kritischen situation 在一些紧急的 情况下 in herausforderungen 在挑战的 情况下 bedrohungen 在受到威胁的 情况下 conflicten 有冲突 矛盾的 情况下 然后 auf 我刚刚说过 又是回到了主句 也就是 ze fokusieren geist under körper auf 表示 方位 补足 这个auf 后面明显是四格 根据 进三 动四的原则 大家可以 很好地理解 这是个动态的 他们将这个 聚焦到 什么地方去 将身体 跟精神 就聚焦到了 jewa s sing foller spectrum 那 每一个 各自的 jewa s 这个词 就指的是 各自的 比较抽象 大家仔细想想 singful 有意义的 spectrum 多样性 刚刚说过 von feichkeiten oder hantrunsweisen feichkeit 是能力 hantrunsweisen 行为方式 好的 那么我们会 很明显地感受到 这句话 想表达的意思 也有点抽象 建议大家可以还是多读几遍 然后紧紧地抓住这句话的最核心的部分 sie fokusieren geist geist under körper auf das spectrum 结合我们前面这句话 到此为止 他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信息是 像生气 愤怒 害怕 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的情绪 会让我们的这个 思维方式 或者说行为的一些 选择上面 会缩小 这些负面情绪呢 会让那些本来可以间接 有助于问题解决的一些方式 我们就忽略它 然后它让我们整个精神的状态 或者说身体的状态 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呢 就会完全转移到能力方面 以及行为方式方面的一个最有意义的多样性上面 好的 可能同学们可能还是会有点感觉一知半解 摸不透作则想表达的意图 那我们刚刚说了 冒号后面呢 是对这部分的进一步说明 我们先把冒号后面那部分再看一下 这句话 或者说这几句话 它的意思是非常明显的 如果说我们对什么事情害怕的话 我们就会跑开 注意这个名词跟介词的搭配 如果我们对某人很生气 很愤怒 那我们就可能会表示出威胁 甚至可能是攻击 这个动词就是攻击 是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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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加介词 现在是个动词 表示在什么面前感到恶心 也就是对某人某事感到恶心 如果我们感到恶心的话 我们就 这个词字面意思就是吐出 那么吐出 你可以想象吐什么 这就是唾弃 吐弹 就是我呸 然后还有 这个词叫做隐藏起来 躲起来 auscham cham 就是害羞 但它也可以是指羞愧 因为自己害羞或者羞愧 就躲了起来 und versuchen 然后会尝试着 后面跟那个代出不定是 Wiedergutmachen zu erlangen Wiedergutmachen来自于动词 Wiedergutmachen 它指的是补偿 erlangen这个词 本语呢 有获得 此处 你可以把这个Wiedergutmachen和erlangen 看作一个固定的搭配 比较文雅的表达 进行补偿 请大家注意 这边还有一个 Bi引导的一个接宾短语 Bi shutgefullen 那么这边的Bi 其实表示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在有shutgefull 在感觉有罪恶感的时候 shut 就是有责任 感觉自己犯错了 这就叫做shutgefull 好的 那么这样子 我们大致上可以把握这一段想表达的含义了 如果你现在陷入了一种负面的情绪 那么你不管是当时的这个思想上面 还在行动举止上面 你都会比较局限 你不会再去考虑一些其他的额外的一个解决方法 还将所有的重心呢都转移在了 就怎么样应对这个局面上面 你的身体和你的精神都会按照这个场合下做出一个相应的一个反应 就好比你感到害怕你就会逃开 你感到受到了威胁你就可能去攻击别人 好那么这段最后还有一句话 另外呢 这些负面的情绪 往往也都是会被明显激烈的一个身体的反应伴随着 这边主语 这个动词部分是 也就是被伴随 但我们中文还是翻译成主动态 比较好理解 好我们再看一下冒号部分 所谓的heftige kerplishing reaction 激烈的身体反应指的是什么呢 erröten 脸红 rot是红 那么erröten这个词特指脸红了 errötenblutdruck erröten 动词erröten 指的是提高 那么现在二分词就是提高了的blutdruck 血压 heftige muskelanspannung 很明显的一个肌肉的奔紧 muskel 肌肉 anspannung 指的是奔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段的内容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數字灵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older则n América 持统一般 优优独播剧场——Madem 原定 goals 雷迫 極 需要 demonstrate 召开 愿 永迫 好,那么正如前面说过的 这一段跟前一段正好是个呼应 前面说了负面情绪 那么现在说正面情绪 这边举的例子 所谓正面情绪有哪些呢? 比如说 这个词还是指的是喜悦 它更加强调一种兴高采烈 心情非常好 心情非常明朗 这叫heiterkeit 好,那么第一句话 跟上一段的第一句话 正好又是一个对比 前面说了负面情绪 使得人的这种思维跟行为方式的时候 它的spectrum 它这个多样性会受到局限 那么现在如果是积极的情绪 它会eviton 拓宽 说的通俗一点 我的理解就是 一个良好的情绪 可以拓宽你的思路 使你的行为方式更加多样 但是呢 this isn't white vinegar prescriptive prescriptive 这个词啊 我个人觉得看着 非常的高贵冷艳 它也的确是一个书面词 意思非常的高端 指的是规范 很规范的 好 那么就是说 积极的情感呢 没有那么的规范化 那么规范性 weite 在修饰这个vinege 意思就是少得多 das heißt 进一步说明 es wird nicht 这句话 首先它是一个被动态 es wird nicht ausgelöst auslösen 有触发的意思 首先 不会被触发 we 表示如同 by 表示在什么情况下 就好像在 negative gefühlen 在 情绪不好的情况下 会触发一个 ein fluchten 这个词 我觉得可以翻译成 逃跑模式 或者格斗模式 reflex 这个词 指的就是反应 它本来指的是 物理的反射 那么这边的转意 就是反应 同样也不会有像 遇到恶心 或者感到很羞愧的时候 人的那种反应 好 那么这两句话 其实也有点抽象 大家跟第一句话 要结合起来看 第一句话 还是在说 良好的情绪 可以拓宽你的 可能各种行为 或者思维的方式 但是 良好的情绪的时候 人的行为举止 并没有那么的规范性 不像你在 消极的情绪下 你可能就开启了 一个逃跑模式 或者一个格斗模式 这个大家可以想象 比如说 你一生气 你可能就进入 发火的状态 这就是 进入格斗模式了 如果你可能遇到害怕的事情 就像逃 就是 逃跑模式 那么当然同样 在良好的情绪下 你也不会有 像遇到恶心 或者感到羞愧 这样那些身体的反应 positive gefühle wirken of the unscheinbar und etwas vage 这句话 把中心思想 已经说通了 那么 积极的这些情绪 wirken 有这样的效果 unscheinbar 不明显 vage 这个形容词 就指的是 模糊的 看不太清楚 war sie uns nicht so sichtbar mobilisieren 那么为什么会说 这些积极的 正面的情绪 这个效果 往往不是那么明显 而是看着有点模糊呢 因为 这些情绪在 mobilisieren 这个词就指的是 动员 或者使之有活力 sichtbar 就指的是 可以看到的 好 那么这句话 其实还是说 良好的情绪 在鼓动我们的时候 往往这个 不是那么的明显 不是你肉眼 可以看得到的 而是呢 eer sonden eer eer就指的是 以其这么说 不如这么说 更应该这样子说 den geist as den körper in gang bringen 首先我们给大家说一下 后面有个功能动词 短语叫做 etwas in gang bringen 将某物 带到这个gang 里面去 那么这个固定的短语 表示 使某物 运转起来 eer和后面的 as 结合起来 我们可以理解为 以其说这个东西 不如说这个东西 eer den geist as den körper 以其说是将身体 投入运转 还不如说是将精神 投入了运转 这是这后半句的意思 好的 那么这整一段都在说 人在积极的情况下 那么他的思路和行为方式 可能更加的宽广 但是呢 良好的情绪 并不会像负面情绪 这么明显 给人一种 动力的感觉 他往往是在 不知不觉中 在不是很明显的情况下 在促进着你的精神 而不是触发你的身体的 一个反应 我们大家可以仔细想想 身边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 不管你是害怕 不管你是生气 激动 那你人的身体反应 都是相对比较明显的 而如果你是处于一种 很满足 很喜悦的情绪下 虽然也会有手无主导 这样的情况 但大多数情况下 你可能更多的不是 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反应 而是你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 那么这其实就是 这两段想告诉我们的一个意思 好 同学们如果能够 很好的把握这几点 那么接下来这段 就非常简单 第一句话句型是 很好理解 主语在什么地方 主要功能 第二个 积极的情感的 它的主要功能 在于 这些情感让我们 更加的开放 更加的自由的 这个词 本来它指的是 可以通达的 可以抵达的 就可以到这里去 那么在熊人的时候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人可以抵达他的 怎么理解呢 就是说这个人 其实还是非常的 offen 比较开放 他比较能接受新的数 比较能听得进 别人的意见 这样的状态 就叫做 出根里 其实蛮形象的一个词 很容易抵达他 抵达他的内心 抵达他的思想 好 最后一个词 integrative 这个词指的是 一个整体的 一体的 所以这边 虽然用了四个不同的 形容词 但是其实 从中文角度 这表达的意思 有一定的重叠 积极的情绪 会让人非常的开放 非常的自由 能够接受新的东西 很好的相处 OK 我们再接着看下一段 positive gefühle er weitern deshalbden varnemonshorizont 积极良好的情感 还拓展了 varnemonshorizont horizont 这个词 本来指的是地平线 而varnemons 来自于动词 varnemens 叫感知感受 感知 或者感受的地平线 这个概念有点抽象 其实它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感知范围 因为地平线 其实就代表着一条分界线 就是你能看到的 和远方 你再也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很明显 这一段 它想表达的意思 还是顺着上面的 积极正面的情感 而让你的感受能力 感受的范围 更加的宽广 如果我们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 首先我们说明一下动词 Einstimmen 本译表示赞同 同意 但它还可以表示一层含义 叫做合拍 现在 auf etwas Einstimmt 这个端语就可以理解为 和什么是合拍的 Einstimmt 当然是Einstimmen的二分词 你可以看作类似于一个凶词 需要加动词sein 如果我们感觉非常良好 那我们就跟收集信息很合拍 我们对研究周围非常的合拍 换个角度来理解 那这句话其实还是在说 良好的情绪 使我们对周围非常感兴趣 我们会主动的去接受 周围带来的信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同学们 那么因为之前也说过 这篇文章篇幅比较长 我们可能没办法 一节课给大家讲解完 剩下部分 我们在下一小节 继续给大家讲解 好的 那么今天的课就讲到这吧 我们下一小节再见 Cheese Pour den Menschen der mich über alles liebt der mich begleitet mit mir streitet und vergibt 祈祷